这事情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职业绩校 我呢就在那里上学 由于那时学校是军事化教学 所以大多数的同学都跟我一样是住校的 那时学校刚刚搬到了新校区 虽然很大 教学设备也很新 但是远离城市周围非常的荒凉 我当时住的宿舍楼后面 就是农村的庄稼地和一座荒山 这个新校区还挺大的呀 就是太荒凉了 听说咱们这个学校以前是个乱分岗 我也听说了 不知道会不会闹鬼呀 这新校区啊 比以前的旧学校要好了很多 现在一个宿舍只住四个人 我和三个很要好的同学分在了一起 但是自从搬进这个新宿舍以后 奇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 我本人睡觉很轻 刚搬来的第一天 陌生的环境让我不太适应 就在我辗转反侧 搬睡搬醒的时候 就听到有奇怪的声音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宿舍里有一个人开门走了出去 我认为可能是谁晚上去厕所 也没有多想就继续睡觉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可是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被一声惊呼声都给吵醒了 到底是谁把我的嘴巴给弄成这样 原来是同宿舍的林小俊 她的脸上和嘴巴上都是脏兮兮的 她怀疑有人跟她恶作剧 我们就看到她的嘴巴里和脸上 还有手上都沾了很多暗红色的污渍 像是干枯了的血迹一样 非常的恶心 可是我们三个人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 所以这件事情她也没办法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 这种事连续地出现 几乎每天醒来 她都会一样地狼狈 这让她觉得很生气 我们也觉得如果是恶作剧 每天这样的确是太过分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呀 这也太欺负人了 没完没了了是吧 其实我们宿舍的几个人 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但互相都有所了解 应该不会有人开这种玩笑 我就想到了 那个每晚都会出去的影子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我觉得那黑影很可疑 那今晚我们看看 由于林小俊为此事 对我们误会很深 所以我就跟其他两人商议 今晚都不睡 一定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捣鬼 当天晚上 我们都没有睡 一直等到了半夜 想看看事情的真相 果然就看到林小俊 自己在半夜悄悄爬了起来 往校园外面走去 我们都小心翼翼地跟在了她后面 就看到她从学校 还没有建好的后门出去 竟是向那座荒山走上去 我们虽然觉得奇怪 但是没有惊动她 一直在她身后跟着 我们都觉得呀 她当时的样子很诡异 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一样 完全是机械地在前进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她突然在小路边的一棵大树旁 蹲下了身子 我们要不要叫醒她 不行 看看她到底要干什么 我当时本想叫她一声 可是一个摄友说 看她那样子像是梦游 而梦游的人呢 不能叫醒 否则会疯掉的 就这样啊 我们一直在她后面 盯了她好长时间 而她呢 就一直蹲在树后 身体一直在动 但是有树在挡着 我们也不知道 她到底在干嘛 我们隐藏 等了很长时间 我觉得天都快要亮了 她才重新站起来 又往山下走去 我们几个人 都马上躲在了树后面 怕被她发现 可后来发现啊 完全没有必要 她似乎没有意识 自顾自地 茫然往山下走 可当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看清了她的脸 还是被吓了一条 她的嘴巴上和脸上 已经弄上了 那些暗红色的污渍 而脸上的神情 非常的诡异 眼神空洞 整个人看起来 没有一点生气 完全就像是电影里演的 那种僵尸一样 等她走远了 我们三个小心翼翼的 从大树后面出来 却看她刚才蹲着的 那棵大树后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一看啊 怕我们几个都给吓坏了 树后面是一只大狗的尸体 不知是什么原因死在了这里 看样子 这只狗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生了很多的蛆虫 臭气熏天 而那个尸体的肚子和后腿 似乎已经被什么啃咬的残缺不全了 想到林小俊刚才的举动 和她嘴里脸上那些干枯的血迹 我们都不难想象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啊 我们第二天就把这件事 报告给了学校 也告诉了林小俊 经过证实以后 林小俊一下子就病倒了 学校马上叫来了救护车 把她送到了医院 过了几天啊 学校给出了一个解释 说是林小俊得了梦游症 让大家不要乱传谣言